1.2.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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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家常說 醫師講話直接作風大膽 但醫師們真的百無禁忌嗎 就讓今天的好辣醫師團來告訴你喔 今天也邀請到三位藝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喔 我們今天要看到的醫師的個性是 他們講話比較直白 而且也是百無禁忌 真的作風是百無禁忌嗎 這樣會不會有來什麼麻煩呢 今天來看一看 首先看到醫師講話沒有禁忌 專業術語惹瑕想 到底是哪些產生的 我先講一下 我們病人對那個 他在被麻醉之後 非常好奇 我二三十年前 剛開始當醫生的時候碰到過一次 那主治醫師其實是一個 gentleman 非常修養非常好的 也是一個很好的醫生 那當年不知道為什麼那天 他進去看病人體重超過100公斤 他說 哇靠 結果病人喔 偏偏的剛剛才 蠻要打他進去 還沒插管你知道嗎 還沒插管 所以他自己的 結果他醒來就要問我說 是不是醫生罵我 我說 什麼事 他說 醫生是罵我屎肥豬啊 我嚇到你知道嗎 我說沒有啦 應該你去做夢啊 因為走著把他打圓場 那個醫師運氣也不好 因為一彎麻要進去 大概幾分鐘 他就會忘記 對很快 和見得是剛進去他 對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說 可以想見 就是後來那位醫生他很小心 只要 人家講話就過去看 是拳馬嗎 沒有 是拳馬 是拳馬 哇好麻煩 店員說我嚇死了你一直講 所以 那一個就 就蠻尷尬的 像那種是拳生麻醉 我們在急診 其實很少需要拳生麻醉 我們做一些處置 其實都是局部麻醉 那就有一次就遇到一個病人 因為我們急診 他其實有來診區和急救區 急救區是比較封閉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在來診區 如果有一些比較侵入性的處置 會推到急救區來 請急救區的醫師來幫忙協助 有一次就有一個30歲的年輕女性 他就車禍氣胸 氣胸我們要放一個引流管 所以他推到急救區來 是我在急救區裡面 那學長進來就跟我說 志偉這個幫我放喔 還跟我泡一下媚眼這樣子 我心裡想有什麼好康的 這個幫我放喔 因為我們放那個胸管 其實因為要無菌 所以病人衣服要全部脫掉 然後手會綁一個姿勢 我們會從第五熱間 放一個管子到熱膜牆裡面 把氣體引流出來 那我就檢視那個病人的 電腦斷層的影像學 我就發現 兩個是假的 這是假的 那我想學長有什麼好康給我 我就去看那個病患 那她雖然姿勢都準備好 但是原來那個女生很怕痛 就是她很擔心 就是整個過程她會很不舒服 她就是 她都感濃胸了她還怕痛 對 胸是整心裡面最痛的 她覺得全麻 對啊 但是那時候應該是全麻 對啊 全麻 那我就去幫她 原來她是很怕痛 我就幫她一直掙扎 因為我們定位好之後 她其實亂動有時候蠻危險的 那我就戰戰兢兢的 反覆看了好幾次她的電腦 都很確定她那個位置 我從哪個角度進去 比較不會戳到 那我正在幫她處置整個過程 那女生其實會哭啊 會不舒服 可是我麻藥打得很足喔 真的怕啊 真的給我亂動 結果 我還放了過程 學歷洲走進來 看到 然後 她又全麻 放胸管是局部麻醉 放胸管是局部麻醉 那我用刀片畫 可是現在如果可以要求全麻 那不來不及 放胸管大部分很緊急 通常就是 我懂意思 你如果要做全麻 你前一天就不能吃東西 對對對 那我還想說 學弟怎麼那麼厲害 其實那女生蠻有的 所以你其實躺平 地心引力她其實會往外塌 可是她今天就是兩個很堅挺這樣 所以學弟一進來就打奶 結果那女生一聽 哭得更嚴重 我當然就一直問她說 是我疼痛要打得不夠嗎 我就一直加麻藥這樣子 那這整個過程 好不容易把她放完之後 我就安慰她 都結束了不用再哭什麼 她說 那位醫師是什麼 她說我嘎了我心裡很受傷 她真的難過 我認識一個女醫師 也是蠻優秀的醫師 她有一次很熱心想要教年輕的醫師 就是說 要做腹腔鏡手術 那我想說要先用一個導氣針 把肚子先衝 二氧化碳先衝起來 那衝起來以後 很關鍵就是必須要 插第一個管子進去 要放那個腹腔鏡那個鏡子 那那個如果你擦不好 就那個 你就還沒有 就還沒有辦法讀到 讀到一邊開始開刀 因為接下來 其他幾個洞 因為有鏡子可以在裡面看了 其他洞 所以第一個洞 她就跟她說 你有沒有擦過 她說那個沒有 她說那我讓你擦一下 醫生就 那男醫師做有點尷尬 你知道嗎 她說好好好 很謹慎的 結果不掉身 你醫師自己 覺得怪怪的 不好意思 就過了一下 她又叫那個實習師 坐在那個兩腿中間 有一個實習師 她是換一個叫 舉公器 台灣叫子宮 子宮 就把子宮舉起來 因為那個頂起來 子宮可以移左移右 移前移後 可以少一隻手 少一個洞 等於一隻手一樣 然後她說 把子宮頂高 結果那個實習師 不太懂怎麼頂 她邊弄半天 聽見沒有 你像那一根把我子宮頂高一點 實習師很爆笑 她跟我說 一定要現在嗎 應該給我幾分鐘吧 讓她有精神吧 她說 人這麼多 後來那個女醫師出來跟我講 我說 你今天是怎麼回事 那是女醫師 對 她說老公太久沒找我 我都已經長卷了 我說你在講 你在講 什麼 像我講的事情是 因為 他們是很正常在工作 就是因為 之前有幫一個病人開散器 因為我們在開散器的時候 各位可能不知道 我們會拉那個 叫做spermetic cord 叫做筋鎖的東西 一拉的時候有時候 睪丸會被拉起來 所以睪丸的位置 會比原來的高一點點 所以我們開完之後 都會去把那個睪丸往回 拉下去 這樣病人輸過才不會疼痛 那可是我們每次 就是手術結束了之後 我就在打手術紀錄了 我們都會叫醉醫師說 幫他把睪丸拉下來一點點 那個時候跟我那個 是一個第一年的住院醫師 他就很緊張 因為他想要在 我們這些比較 執政組織那面前 好好表現嘛 他就順便一直拉一直拉 就找不到 他就很緊張 就跟我說 江醫師 江醫師 那個人是半生麻醉 睪丸太小 還是那個太小 他是在講說 他說是不是 這個病人是不是睪丸太小 我找不到 可是他就想說 他意思是這樣 可是他講的說 這個病人太小了 我找不到 對不對 重點是那個病人只有半麻 就是我們那個病人只有半麻 那個男生聽了一定很生氣 對啊 後來那個病人出去就寫院長信箱 他說我們講話不檢點啊 什麼 這讓我想到那個座座 那個泌尿科醫生 我有一次背後長那個頂啊 叫他幫我開 我就發覺跟你們的對話很像 他跟護士的對話也是差不多這樣講 他還叫我講 冷笑話給他聽 我們那時候我想不到 剛剛我想到我到 我剛剛搞完 你猜一個搖滾巨星 搞完搖滾巨星 是誰 因為 姓是蛋蛋 講話他手一直在抖一直在這樣 嚇死了 而且我覺得他們有個習慣 就開刀喜歡聊之外 他喜歡 譬如說幫你擠完之後 他拿到你前面 你看一下這個 有多少 沒有 我們是修剪體給病人看 對 對 可是開刀房真的很無趣 所以他們必須要靠這樣 每天都一樣的環境 對 他們好清楚 可是我們緊張得要死 你知道嗎 當一件事情你看了好幾百次之後 你再怎樣也不會緊張 就沒有感覺了 另外一個case是那個 因為我是專門做乳房外科 有一次我幫一個病人 他雖然乳房 他雖然好像 雖然不大 但是他乳房腫瘤長一顆蠻大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幫他開刀 把腫瘤拿掉 我還是用舉步麻醉的方法 我把他拿下來之後 因為他腫瘤真的蠻大 拿出來就很大 那個座位醫師就嚇一跳就說 就問我說 欸 佳醫師 為什麼這顆病人的乳房這麼小 腫瘤長那麼大 就 皮膚麻醉 那病人就心大 那病人就想說 那病人就想說 他病人很冷喔 他就說 欸 座位醫師不好意思說 我乳房太小了 讓你不高興了 欸 這樣蠻慘的 腫瘤比乳房還大 初期也是演員長的 太生氣了耶 對啊 其實他們沒有心啊 就是那個環境這樣 好奇問一下 為什麼乳房這麼小 腫瘤長那麼大 那有一次有一個抽職病人 他是要抽肚子跟大腿 去補他的胸部 那這個轉型外科醫師呢 他就自己做標記 就是在病人上做畫記號 他要開哪邊嘛 然後他就轉身要畫屁股的時候 然後再繼續畫 當場其實都很尷尬 可是事後這個女生 就是麻醉醒來以後 他有講 他不是麻醉了嗎 怎麼知道 他在畫記號的時候是清醒的 所以那醫師不知道他哪邊嗎 他就是很直接的 他可能或許也只是 所以不能習慣了對不對 對 他可能只是覺得 這脂肪還不錯 但是他說了 不錯喔 可是那女生就受傷了 以前我們有一個女醫師啊 她是個性比較豪仿 所以她有時候就會比較 男醫師就比較敢跟她 好像開黃腔啦 那如果你是比較 像我比較溫和 人家就不想跟我開黃腔 他就講了 也沒回應就跑了 那他有一次就跑去另一個房間 神經外科就說 那個 毛毛毛 毛毛毛醫生 你可不可以借我你的小肌溝 那醫生有一個直接跟他說 小肌溝 你應該要大肌肌溝吧 應該要用我的大肌肌溝 反正就是這個肌那個是 就很容易讓人家誤會 小肌溝是一個 小肌溝是一個肌溝的肌 拉肌溝 可是他意思就是說 你要的小肌溝應該沒辦法滿足你 你要有自己的大肌溝 就是一些很A的笑話在那邊 就是 因為看到房子是很封閉的 其實大家戴著口罩敢講這些話 可是一掰下口罩 大家都表 大家都很正經 一本正經 而且好像剛才什麼事都沒媽 對啊 除了這個文字上的誤會 我覺得 之前我們有個男的住院醫師 他半夜遇到一個急診 他是乳腺炎來的媽媽 那乳腺炎來 一般白天我們可能會有 女性的護理師 女性的同仁去照顧 可是半夜你來 沒辦法 今天就遇到全醫院 就這個男的住院醫師看怎麼辦 結果那男的住院醫師 就去看這個乳腺炎的患者 那看完看的同時 他還會幫他把這個乳腺做疏通的動作 那這個老公也有在裡面 可是他一邊疏通 一邊就 就是因為是發出那個撞聲詞 然後表情就是又很愛睡 眼睛又半壁 結果噗一聲 那個乳汁整個噴到他的臉上 那那個老公就超生氣 話就說什麼 這個 然後剛好乳汁又噴在他臉上 後來也是鬧得很不愉快 這種情形我也發生過一次 我覺得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是子宮外孕緊急處理 所以我手術完之後是推到恢復室 但是我那時候推進去的時候 我覺得我可能是 不能活下來 為什麼 因為我那狀況很緊急 我血崩得很厲害 那通常我們嘴巴都會擦管 那這就會喉嚨痛痛的 然後其實也有擦倒尿管 但是我覺得 就是我清醒之後 我發覺我不做起來 我尿不出來 但我覺得我很多尿要尿 那我就想說 我醒過來了 我只知道我想尿尿 可是我一直在想 我現在是死的 還是活的 就一直沒有辦法確定 然後我就很努力想要證實 我到底是活的還是死 我就聽到 我旁邊有人走動的聲音 就是一個 應該算是 護士還是護理師 然後就有一個男醫師進來 我就聽到那個男生的聲音 我覺得他們可能是 正在交往啊 或是曖昧之中 男生就問女生說 然後女生就想了一下 大概隔幾秒 就說 嗯 吃炸雞好了 然後男生馬上說 吃炸雞不營養啦 那女生說 那你覺得我吃什麼 然後那男生就很暧昧說 吃我這隻雞吧 然後我回吃 那 哇 笑啊 我的 確定你是我的 確定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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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我就是很想請他們幫忙 讓我坐起來 我就看這個女生 離我有一點距離 我的手不是很容易蓋到他 但我很努力的去 碰到這個女生 我想請他幫忙 嗯 就在這個男生剛剛講完說 吃我的雞吧 然後我就碰到他就 哎呦 然後就說 你也這麼多人在 哈哈哈哈 他以為是很難正義 哈哈哈哈 然後 等我恢復的時候 我也去跟他們謝謝 我就一直很想聽 你看那個男的是誰 那他把口罩拿掉的時候 都就是你們說的 一本聖經 兩本聖經 然後我就很努力去聽 我說那天在那個恢復室是 然後每個就 沒有 哇 那一聲都可以唱 超尷尬的 通常我們都會就是做手術的時候 也會很小心 可是我們唯一就是 做疏精管手術 這個是讓很多醫生 會覺得這個手術比較困難 因為 就是睪丸都賣 跟我們的疏精管的質感很像 他就 摸起來像那個橡皮筋 所以有時候醫生摸一摸 就覺得 到底是還是不是 是還是不是 然後他一綁之後 綁到疏精管 綁到疏精管 他還要綁 結果綁到血管 結果他綁到血管 結果他綁到血管 他說 我們就 然後病人就說怎麼了 怎麼了 你怎麼了嗎 我是就是下面血流 他說沒事沒事 我們繼續這樣 那其實他是綁到 就是搞完動脈 所以他就是必須要再 就是重新再把他的疏精管 找出來 所以偶爾就是 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就是盡量不要造成病人的緊張 就是他有病人他更厲害 他從就是我們 天花板的反射 就是那個鏡子的邊框 他會說 醫生你們到底好了沒 你為什麼開那麼久啊 我從那個鏡子看你們 是不是很忙啊 是不是沒有認真在看我的刀這樣 就很厲害 所以我們就是做手術 你是不是真的會比較減慎一些 我們有那個破物產的病人 他半身麻醉 從他天花的時候 看他就說 你沒有幫我開刀 你放給住所開 有一個體驗 有一個體驗是 他被病人那個 就是他直接看見 對 差太亮了 那會看到自己肚子 還是看到醫師 他都看見 他都看見 其實大部分他們都會處理 就會給他蓋蓋住 看見好可怕喔 可是他那個沒有蓋得很好 結果他居然看見 其實我們之前有助養醫師 就是兩個助養醫師 在開那個局部麻醉的刀 就是比較資深的助養醫師 在帶著那個年輕的助養醫師在開刀 就開那個局部麻醉 其實是很簡單的刀 也被人幹嘛 就花到血管 就一直在留學 那個助養醫師有點急了 他那個年輕的那個又不大會幫忙 他就開始罵了 就說 他變了 他變了 大流血 對 嚇死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其實助手 就是他到底所不熟悉 這個手術對我們影響很大 像我們做那個 塑尿管經碎食手術的過程中 因為其實男生的包皮 會稍微被我們退下來 所以手術結束 他完消毒藥水之後 我們都會提醒學弟說 等一下記得要把他的包皮翻回來 嗯 然後學弟又默老半天 我說學弟你在幹嘛 你趕快把它弄一弄 他說 學弟我不會翻啊 我說怎麼可能 你就男生啊 這東西每天跟你朝夕相處 你應該很熟悉 他突然很大聲說 學弟我小時候包皮都割過了 大家說 同時靜默這樣 病人就 就突然很冷靜 我們就 好 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 有一個男護理師啊 然後他的 就是有一天半夜 他的老婆就是 突然下腹劇烈疼痛 然後被送到醫院 最後的診斷就是 軟巢囊腫破掉 然後還有內出血要緊急開刀 這樣一直在笑了 然後 然後呢 那個男護士就堅持 一定要跟 一定要跟那個刀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個他老婆 一麻了之後大家就 嗯 嗯 嗯 這樣子 我們上次有聊過 那個 黃體破咧 他們不知道 黃體破咧 一般會有這種都是先生太猛 對 所以大家會 嗯 你很厲害 你把老婆撞破 死盆腔軟頭 對不對 對沒錯 然後就很 他知道說大家一定會在他老婆全馬了之後 會開始聊說 這個男護士怎麼樣 所以他就說 所以他要跟 對啦 不然你這樣 炫耀 炫氣啊 對 沒錯 那像我們真的是在全馬的時候 因為其實有時候開刀真的是開太久了 所以大家就會做一些 其實是蠻 就是蠻 就是跟醫療沒有關係的 就是聊天啊 什麼讓 增加那種氣氛啊這樣 那個時間會過得比較快樂 對 那像 像有一次就有一個那個 那個刀準備是非常要長 那是一個很長的刀 就那個主刀者就進來了嘛 然後都刷洗好了 然後就問說 好 那個血壓多少 那護理師也都在忙嘛 準備要開刀了 他說 然後那個男士就說 蛤 摸我的下面 就可以看到他的血壓嗎 摸你的下面 對我們就是會有這種雙關語 然後就自己把它製造成情緒 完全 完全也都吃到這麼大嘴 你知道 對 就是這樣 他們醫生很喜歡開刀的時候 開黃腔耶 對啊 那個下面的下話超多的 不是 我那時候完全是誤會 你知道嗎 我們有一個肝膽科的醫生喔 他開刀的時候覺得這個實習師 站在他的靠頭車這邊 還不太順啊 他說 你到下面來 就到他腳這邊來 就那個實習 立刻蹲下去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不是說下面嗎 他剛到外圈第一天 他嚇得慢死 結果 結果 完全是弄錯了 還有一個也是很妙的 是 也是那個主演醫師第一天 結果就來 結果就跟他說 他說 欸 我看你到我對面好了 結果 叫他對面去 跑到對面 另外一間開刀房去 你知道嗎